他原本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却变成凶手 是解脱还是毁灭 我就知道 再也出不来了 可能生命就到31岁 就终止了 83名村民上书法院 辩护律师求助专家 证人出庭 请求求宽出发 该如何厘清 以暴制暴者的罪与法 家暴之声 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这是2005年 中央电视台曾对女子监狱里 因家暴杀妇的女犯所做的调查 记者在当年的采访中发现 对于很多家暴诱发的 以暴制暴案件 被告人最终受到的刑罚都在有期徒刑10年以上 直至无期徒刑或死刑 我记得我是从97年开始跟踪 去研究这一类以暴制暴的案件的 那个时候这样的案件 量刑 死刑立即执行 死缓 无期 那是非常普遍的 我们适用的是同一部法律 同一部刑法 但是呢 由于司法官员对这个家暴 了解程度的不同 而导致如此悬殊的判决结果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刚才我们采访的专家提到 在20年前 在反家暴引发的杀夫案件当中 女被告人被法院判处 死刑 死缓 无期 这样的案件量刑是很多的 而20年后 中国社会对家庭暴力的认知 越来越清晰 当家庭暴力演变为 以暴制暴的刑事犯罪 法律该如何厘清罪与罚呢 我们先来看这样一个案子 这位是 她是果情节的妈妈 你好 你好 这个是中央点菜的 哎 果情节 这是果情节 对对对 你好 你好 在云南省武定县猫接诊 记者见到了小果 小果31岁 五年前 她惊人介绍与丈夫结婚 婚后不久 她发现丈夫有吸毒的恶习 也从此开始遭受家庭暴力 她脸下不高兴 就全都连起来就会倒了 然后越打觉得越过瘾一样 看着你越伤她觉得心里越舒服 就实力打实力打那种 不要命的那种打 婚后 小果和丈夫外出打工 2015年回乡后一直住在娘家 从此 小果的父母也经常被殴打 有一次 小果的丈夫甚至用刀扎伤了岳父 但是暴力的惯性并没有停止 2015年10月19日 也在这个院子里 丈夫又殴打了小果和父母 但是这一次谁都没有料到的后果出现了 打完我以后就把那个刀子掏出来 妈 就说妈 我杀了 算了 然后杀死掉 然后我妈就害怕 我妈就去拿她 拿那个去拉妈 拿她那只手 然后她就反过去 就把我妈按在那里 到处出来 就要去杀她 拿过去就要杀她 我看见以后 我就去这样孙婶一摸就磨到那个口碑子 然后她就开始失去理智 孙婶拿起 靠在门边的一半就照着这个被害人的腾部就打 打了之后 这个受害人被打打在地之后 她又用一半继续打 那时候脑子里什么都没有 然后看到流了好多血就害怕了 然后就打电话报警了 报完警 我就在那里从来等我 等那个拍子说的来 像那里开庭那天 听那个法警 两个法警 那两个女法警问我的一样 我要进去的时候 还看了一眼天 然后她说你看什么 我说再看一眼天吧 也许以后再没机会结 这事出了以后 你当时自己怎么想的 会怎么判 当时 我就想死了呗 跟着他们去的时候 我就知道 再也出不来了 可能 生命就到31岁就终止了呗 就这样子 你觉得有可能被判死刑了 不是死刑 枪毙 小果案件的主审法官 向记者讲述了审理案件的困惑 树下跟打一下 应该说从犯罪上是有差别的 第一下的时候是在她的丈夫拿着刀 说威胁要杀死他们全家人 这个时候她打了一幕棒 应该是一种正当防卫 但是在这一下打完了以后 郭某某接着队已经倒在地上 刀子也已经离手 接着用木棒打 可以说直接是把她的丈夫 打到按照通常人的认知水平 已经死亡这样一种情况 才把木棒扔掉 从这个来看 她后面这几下行为连贯起来看 她就是一个犯罪 这一次 庭审过程中 多了专家证人提供的家庭暴力视角 这种视角又会对案件审理 产生什么影响呢 2016年11月7日 楚雄州中院以故意杀人罪 判处小果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五年 这是家庭暴力犯罪 为数不多的缓刑判决 判决书里写道 有家暴方面专门知识的人 在法庭上对家庭暴力方面的专业知识 做出了客观充分的阐释 综合考虑主观恶性 犯罪动机 手段 毁罪表现 以及所造成的社会危害 可以认定小果的犯罪后果 属于刑法第232条 故意杀人罪的情节较轻 对其减轻处罚 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记打记了犯罪 然后对他的家庭 对他个人 当然核心是对他家庭 因为他还有一个儿子 对他父母 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恢复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修复 现在小果已经回到村子里几个月了 按照规定 他每个月要到当地司法机关报到 定期汇报 平时学习法律知识的体会 2016年5月2日 与小果家乡区40公里的另一个村子里 发生了一起适负案 21岁的王健斌 杀死了自己的亲生父亲 王健斌在父亲玩正喜 喝醉酒毫无反抗能力的情况下 用神子累死父亲的故意杀人行为 侵犯的是家人的生命权 法律重大 性质恶劣 王健斌向记者回忆了案发的经过 案发的前两天晚上 在昆明打工的王健斌 接到母亲李红梅的求救电话 说是自己又被丈夫打了 就回去回来看一下 我爸爸天天晚上回来呢 就是倒塌嘛 在外面 呵呵起回来 天天晚上倒塌 是这样打我弟弟 你赶快赶回来看一下 这次严重他要收房子了吗 第二天 王健斌从昆明回到家 劝解父亲 但父亲根本就没有理睬 当天晚上照样打了母亲 第二天早上 父亲又打母亲 到了中午 王健斌和父亲一起吃午饭 他趁父亲醉酒之际 用家里背卖草的绳子 勒死了他 吃完中午饭 我就劝他的时候 我说别闹了 几十岁的人了 没意思这样 然后他就说 不是你妈死 就是我死了 是种种担心的出来 以后万一我走了 他又再继续打 打骂我的妈妈和弟弟 万一哪天被打死了 怎么办 但是这些想法 一下子都全部出来 越想越气愤 越想这种冲动 后悔吗 有点后悔 有点后悔 但也不是很后悔 要是他是个好父亲的话 我肯定会后悔 因为他 我觉得他不配做我的父亲 站在我这个角度上 来说的话 我觉得他还不配做一个男人 真的 但他即使有再大的错 错不知死 对 我后悔的是这些 我不应该用这种办法 怎样的现实环境 催生暴力 司法审判 在法与情之间 如何抉择 家暴智商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武定县诗山镇 树德村委会栗子原村 是王俭斌杀父的地方 也是他们家族几代人生活的地方 这里的村民主要靠外出打工 或在家务农生活 王俭斌一家也是这样 而凶案就发生在这个普通的家庭 并且是儿子杀死了亲生父亲 令人意外的是 王俭斌被捕后 在这个只有70户人家的村庄里 有80余名村民 为王俭斌签名求情 其中包括死者王正熙的直系亲属 一边是亲兄弟 一边是亲侄子 一边是亲兄弟 一边是亲侄子 当时心里什么感觉 当我到酒上那时候 两三十五饭 你没吃我 恨不恨你的侄子 恨不恨吗 走恨 是恨你那么好奇数的 死者王正熙爱喝酒 多年来经常对妻子和儿子 全打脚踢 实时家暴 这在村里 一时尽人皆知的事 王建斌说 他从小就有一种担心 总有一天 母亲会死在父亲的拳脚之下 你看到最严重一次 是到什么程度呢 妈妈被那个爸爸 揪着头发打 然后用去拎那个菜刀 还有那个斧头 后来我去跑 我就跑去 叫我的那个大爹大补他们来 拉一下 也是晚上 然后等我去叫来的过程当中 那我妈已经 把农药喝下去了 但是爸爸也害怕了 他就肯定已经下行了 就赶紧打电话送医院 就差点死了也是 那会儿恨你爸吗 恨你的 经常 打我 打我的妈妈 我感觉我们 对不像他的家人 他对不是我爸爸 我感觉这样 十几年的时间里边 跟爸爸在一起生活 哪怕有一次 挺温暖的时候 总会有吧 从来没有 在我的记忆里 都是惧怕的心里 也有种 1月13日 楚雄州中级人民法院 在武定县人民法院开庭 审理了王健兵故意杀人案 因为家庭暴力而引起的 以暴制暴因素 将如何被法庭考量呢 我们同情王健兵的遭遇 但是法律是严肃的 更是平等的 等待被告人 王健兵的 将是法律最为严厉的制裁 但纵观全案 被告人也是家庭暴力中的受害者 如果刑法惩罚的本身 只惩罚了家庭暴力的自治者 不惩罚残期实施 记者注意到 在庭审过程中 控辩双方的观点差异明显 王健兵的辩护律师们认为 法庭应当充分考虑 被告人遭受家庭暴力的情况 和被害人的过错 从而做出 与罪行相适应的公正判决 那么王健兵 是如何在家庭暴力的阴影下 走向犯罪 法律又会依据哪些事实 来评价他的罪与罚呢 王健兵在小学六年级就辍学了 一年后 他跟着亲戚到昆明打工 从一名洗碗工作起 慢慢地成为了一名厨师 他每个月会前 给母亲补贴家用 很少回家 但父亲的暴力 却时不时以另一种方式 找山门来 有几次母亲被父亲打得受不了 就会带着弟弟来昆明投奔他 父亲的家暴 使得王健兵内心的煎熬不断积累 甚至多次想到过自杀 14年的时候 我在法庭上也说了 我回来够活包街嘛 6月23 晚上我 23号的我回来 他又开始打我妈妈 我说昆明我也不去的 我去外面哪里 买一瓶能药喝喝 去找干嘛人的地方 死的算了 没意思 人家活着他累了 他想啊 想一想一晚上 我说我的妈妈弟弟 还在那受罪 我怎么能死呢 我要保护他们 我要好好活着 不能死 是呀 把努力让他们 固然更好的生活 王健兵的父母 是自由恋爱结婚 可是自打结婚后 王健兵的父亲 王正喜 就经常无缘无故的 在家姿势 因为那时候 慢慢就是以为一句话 只要对于心情不好 因为那样犯人 就会发货就会打 什么情况呀 他会觉得心情不好 那个小子等的 天天一年都心情不好 我一看见到 脸色也变了 你做事讲话 你就非常非常要小心了 那么你就是会打那份 李鸿梅说 结婚22年来 王正喜对她是经常打骂 但是她所能得到的帮助 却非常有限 打得厉害的时候 想过报案吗 不用想过 除非到哪个框 都找个人 不睡着 都回家来都打 你再跟那些部门 真正的 你说都要找个手 那你去跟公安部人说 寻求保护啊 寻求保护 都保护你几天 当时我也想过 我想看 历史上咨询号 实际上 就在案发前两天的4月30日 李鸿梅也曾经报警 虽然当天她也挨了打 但报警内容并不是家暴 警察都要来了 要来了 打电话给我了 我说是 哎哟 我说我爹个个歉 本来的意思 跟那些酒醉鬼 但醉不醉 你们来得更嚣张 更棒 我说我过个歉 严重了 你没来 不严重了 我就说 你等于你又收回了 当时什么心理啊 因为那个酒醉鬼 是犯得很累 来 这办个不停 闹个不停 你还犯了没得 你担心她反应更强烈 闹得更凶 闹得更凶 像往常一样 远在昆明打工的大儿子 王健斌 是她心中唯一的依靠 在拒绝了警察出警之后 李鸿梅给王健斌打了电话 告诉儿子 她又挨打了 正是这通电话 叫回了远在昆明的王健斌 两天后 惨案发生 李鸿梅说 如果没有案发 如果丈夫活着 那天死去的 可能就是她自己 吴涛来自云南省 妇女儿童法律援助联络中心 是王健斌案的代理律师之一 她把李鸿梅的心理和行为模式 解释为受虐妇女综合征 我们叫习德性的无助 就是说 把一条狗 由心理学家做了试验 放到一个笼子里边 她在左边的时候 我们去惦记她 她跑到右边去 跑到右边以后 我们再去惦记她 然后就循环往复了 不断地去惦记她 后来她就发现 她哪里 从到哪里 她都会被惦记着 从此 她就不会再跑了 你把那个门打开了 这条狗 她都不会走出来 这叫习德性的无助 那么 受虐妇女也是一样的 但她发现 她怎么做 她都不可能 这个离开暴力 那她也不求救了 长期生活在暴力家庭中的孩子 会受到什么样的创伤 专家证人再一次走上法庭 法官将如何考量王建斌的罪责 家暴之伤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与小果案子一样 王建斌案也引进了专家证人制度 并且是全国第九例专家证人出庭的案例 王建斌13岁离家到昆明打工 从此父亲再也没有殴打过他 案发之前 父亲对母亲和弟弟实施了家庭暴力 王建斌为了保护母亲和弟弟杀死了父亲 那么他还算不算因遭到家庭暴力而犯罪呢 父亲已经没有对他进行这个家庭暴力了 他的周期性已经停止 那么跟我们带来客户就是说 这个家庭暴力对他还有多大的影响 庭审中辩护律师申请专家证人出庭 他们希望借助专家证人的专业知识 来阐释目睹暴力的儿童 与杀死父亲凶手之间 到底存在怎样的关联 由于专家证人工作的特殊性 我们应其要求不公开其身份 并对其声音做了特殊处理 作为一个被家暴的儿童 小时候他看到会害怕 大了以后呢 他会进行想办法去制止 对 因为他不制止 他就会重新体验那种 小时候体验过的那些很痛苦的那种情感 他心上也有可能害怕 就害怕的人也有可能去阻止 那个时候对他来说 他就是在帮助自己 当年那个无力自助的那个孩子 那个自己 如果他发现施暴人对家人的伤害 到了一个致命的程度 他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他会引导之道 那么在王建兵用绳子勒死父亲之前 那个时间段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你是在5月2号的哪一个时刻 想蒙发出要杀你的父亲 12点半主意吧 为什么 因为当时我还跟他 我也黑了点局嘛 我还跟他在谈 我妈妈妈跟爸爸的事情嘛 我说现在别吵了 几十字的人了 没意思 别人吵下去 后来我的爸爸说 不是你妈死 就是我死 我们注意到 在王建兵杀死父亲时 父亲并没有对他实施暴力 而是处于醉酒状态 那么 这种趁其不被实施杀人 是否还具有防卫性质呢 弱者如果要战胜强者 他不会靠体力 他会靠智慧 比如说我们研究很多的 这个妇女的遇报之保 他们用对方睡觉的时候 下药 或者睡觉的时候 给他勒死 因为他体力上的弱势 他会想各种 更多的用于那种 要用智力 国际上把这一类的 这个行为叫做 受暴妇女的防卫行为 虽然专家证人认为 在家庭暴力领域 趁其不备的作案方式 是可以被理解的 但是公诉人坚持 在刑事案件司法审判事件中 这个说法并无法律依据 正当防卫 对正在进行 对人生 正在进行的 侵犯人生安全 生命 这样的情况 我们必须要严守 这样一个正在进行 这样是一个底线 好 今天我们演播室 请来的嘉宾 是中国政法大学的 夏淫兰教授 夏老师您好 我们看到今天这两个案子 都是因为反抗家庭暴力 而引发的这个杀人案 而且两个案子呢 都引入了专家证人制度 那我们看在今天说的 这个王健斌的这个案子上 公诉人和专家证人的意见 就不太一致 公诉人认为 什么是正当防卫 在这个法律上 是有明确的规定的 那显然它不属于这种情况 但是专家证人呢 就会考虑很多的背景因素 它怎么会造成这样的 今天这样的结局 确实是 按照这个刑法的理论呢 正当防卫呢 它是对一个 正在发生的一个暴力行为 然后呢来进行防卫 而家庭暴力案件呢 这种以暴制暴 实际上呢 它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过程 因为它不是生人之间的 它是亲属之间的 我们今天看到的案例 既有夫妻之间的 也有父子之间的 所以它在这个长期受虐 受暴的一个过程当中 它其实积累了非常多的愤怒 可是它通常情况下呢 施暴者往往更强壮 而受暴者呢 它其实是更弱小的 比如说是妇女 比如说是孩子 所以它可能无法在这个 一次对抗当中 它可能能够反抗 所以它常常是 这个在忍无可忍的时候 采取了这种极端的方式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它其实是具有防卫因素的 最高检最高院 公安部司法部 发布过一个 关于依法审理家庭暴力案件的意见 在这个意见当中 它就明确提出来了 那么审理家庭暴力案件 要考虑它的防卫因素 考虑那个施暴者的过错 考虑家庭案件的 这个复杂的原因 然后呢 要适当的重宽处理 或者说酌情的重宽处理 被告人王建斌 公司认为呢 根据你在本案当中的犯罪事实 以及所具有的量刑情结 建议对你在有期徒刑 13年到15年判量刑 你对这个意见是否同意 我没见 就是这个案子 整个社会对这类犯罪的 认知水平来说 它是已经往前迈了一大步了 但是从反家暴的这个理念来说 或者就我个人来说 我还是希望将来 它还能再进一步的 与时俱进 然后给这样的被告人 以更轻的一个刑罚 作为罪犯的母亲 又作为被害人的妻子 李洪梅心情复杂 你希望孩子他爹死吗 希望呢 没分没秒没时没开 就想着死了就好 死了就好 你希望他死但不是说害死他 他吃就吃少 吃就吃少 他出门人家清不住菜 他菜装少 他在我给我管少 清不住菜 他真的死了 你觉得当时你高兴得起来吗 刚刚高兴不起来 是苦恋我 我毕竟贪不够贪不够 虽然是你祝你祝祷能 我我想着我真是上了 真的是我爱你 我爱你 而小谷虽然已经回到父母和孩子身边 但他说 一直以来自己并没有获得内心的平静 就像别人说的一样 可能好多人会觉得 他这样对我们自己加码 他我该或者怎么的 但是我不这样觉得 他对我再不行 但是我不能 真的 还是自责 就像我跟你说的 起码我瘦了那么多 现在我还 可以继续生活 可以看得到我的父母 看得到我的孩子 可以看得进阳光 可以好好地活在这个世上 但是他不能 我们一听说 一个嫌疑人 他为什么杀人呢 他是为了反抗家庭暴力 他是一个受害人 我们自然地会对他有一种同情 但如果说法律上 再对他有一种轻判 那您觉得会不会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鼓励这些受害人 他能不能采取一种极端的方式 来用以暴制暴的方式 来结束他这种受害的过程 我想我们首先要明确的一点 就是以暴制暴 你看我们这个词用的是 以暴制暴 那么也就是说 家庭暴力是因 因为家庭暴力 发生后边的那个暴力的结果 如果这个因解除了 那个果就不会发生了 当然我也必须得明确地说 我们对家庭暴力 这种以暴制暴案件的 这个杀人者也罢 伤人者也罢 适当的这种酌情的从宽处理 并不是鼓励他们 采取这种极端的方式 当然最好的方式 实际上我们是在发生家庭暴力的时候 首先是要反抗 不要忍受 然后呢 是尽可能的通过公权力的方式 解决家庭暴力问题 2017年2月20日 王健斌的案子最终尘埃落定 最终 法庭综合考虑王健斌的自首情节 家暴受害人身份 被害人实施家庭暴力的过错行为 被害人家属的谅解等等因素 判处王健斌有期徒刑10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